觀眾朋友好 歡迎加入十點不一樣 我是錢麗汝 我們先來看烏鱷戰爭 進入了第三年 短期之內恐怕還看不到盡頭 因為立陶宛的情報顯示 說目前俄羅斯的國力 至少還能跟烏克蘭纏鬥兩年 烏克蘭為了求勝 所以祭出險招了 派遣自爆的無人快艇 襲擊俄羅斯黑海艦隊 俄羅斯則透過各式的火力來反制 現場是火光四射 另一方面在烏東頓巴斯地區 烏軍首度證實了說 美國軍援的海馬斯火箭系統 遭到俄軍徹底的摧毀 所以西方國家更多的軍援 目前對烏克蘭來說格外重要 只是隨著美國原武法案 持續在國會卡關 似乎也種下了美烏雙方的不愉快 烏克蘭感到絕望 華府卻希望烏克蘭認真聽取 作戰戒嚴 同床 異夢 紐約時報報道更直接指出了 說美國跟烏克蘭之間的關係 已經出現裂痕 裝上彈藥 俄軍發射152毫米 D20榴彈炮猛力轟炸 位在烏東對內刺客的 無軍陣地 哈爾科夫的庫皮揚斯克 也被俄羅斯炮兵猛轟爛炸 莫斯科從奪下阿富地福卡後 戰場氣勢如紅 烏克蘭則持續嚴重缺彈 美國國會原武預算也在卡彈 紐約時報報道 烏美關係已經出現裂痕 尽管拜登在國情咨問上 重申力挺烏克蘭 但紐約時報指出 基輔對於援助卡關感到沮喪 華府卻希望烏克蘭 應該要認真聽取作戰戒嚴 兩國在財務輕重緩急上 開始有所分歧 關係相當緊繃 英國也宣布再加碼軍援 烏克蘭台幣50億元 用於無人機援霧計劃 而且將在今年內提供超過 1萬架無人機 烏克蘭總統澤洛斯基 則在週五8號到訪土耳其 不只在伊斯坦堡視察 土耳其為烏克蘭海軍建造的軍艦 還建造總統艾爾段 烏爾開戰以來已經進入第三年 土耳其一直扮演可能調停者 如今艾爾段宣布 準備好主持烏克蘭俄羅斯之間的和平高峰會 TVB的新聞綜合報導 好 據在中東局勢 隨著以哈衝突 始終每個共識是越來越混亂了 燕門的胡塞組織 在3月9號對外宣稱 說他們已經有了37架的無人機 在鴻海跟雅丁灣瞄準多艘的美國驅逐艦 而和過去幾個月一樣 他們強調要藉此聲援巴勒斯坦 以哈衝突至今也打了5個月了 加薩走廊的人道危機 讓力挺以色列的美國里外不是人 根據路透的報導 美國總統拜登 他私下跟官員透露 說他準備要跟以色列總體納坦亞胡攤牌 結果由於麥克風沒關 全程都被錄下 而美國國務卿布林肯 則是在隔一天表示 加薩能否停火取決於哈馬斯 似乎也是在幫拜登緩加 而擔心物資落入了哈馬斯手中 隨以色列的人質家屬前往邊境 阻擋卡車進入 沒有想到西方國家改以空投物資援助 8號的時候卻發生 有包裹的降落傘沒有順利張開 空投物資高速的墜落 砸死了五位的孩童難民 以色列民眾跟CNN記者當場吵起來 原來這群以色列人聚集在 緊鄰加薩的以色列郊區 試圖阻擋人道物資進入加薩 但這些以色列人質家屬為主的群眾相信 物資只會送到哈馬斯手裡 送物資到加薩不斷卡關 美軍8號就進行了第三次空投 地面民眾增強物資 場面混亂 甚至傳出有民眾死在包裹之下 美國軍方否認這項傳聞 卻也反映空投的危險和效率低落 吳教大廈強調海陸送物資 臨時建港計劃會按時程進行 不只美國 德國 希臘 意大利 荷蘭 英國 以及塞浦勒斯 也都將開闢海上新航道 幫助把物資確實運進加薩 TVB新聞綜合報導 好 現在鴻海危機也持續的升溫 上個月中旬被胡塞飛彈擊中的英國霍輪 盧比馬爾號確定已經在擱淺海域沉沒 專家很擔心說超過4萬噸的化學肥料 可能會外泄造成了生態危機 但胡塞組織放話 他們不會就此善罷感受 2月19日在鴻海南部水域 遭到胡塞武裝反艦飛彈擊中的英國散裝貨輪 盧比馬爾號經過夜門政府確認 已經在當地時間3月1日的晚間沉沒 也成為胡塞武裝自去年11月中旬以來 襲繞航行在紅海的外籍船之後 第一艘因為嚴重受損而沉沒的貨輪 雖然說船隻和貨物沉入海中 會為船東帶來一筆不小的損失 但是更讓海洋環境專家憂心的是 貨輪沉沒後會為海洋生態帶來巨大的災難 原因是盧比馬爾號被飛彈擊中後 已經發生船身進水燃油外泄的情況 根據空拍畫面及衛星照顯示 外泄的燃油形成一道大約29公里的 長條形污染區域 只是擱淺後的盧比馬爾號 並沒有獲得妥善的處理 如今貨輪沉沒 除了棘手的燃油污染問題外 船上4萬1000噸化肥也極有可能一併外泄 大量的營養物質溶於海中 會刺激藻類過度生長 進而消耗大量氧氣導致海洋生物 無法正常生存 此外 鴻海具有獨特的循環水流模式 冬天流向埃捷的蘇伊士運河 到了夏天又會流向亞丁灣 本質上就是阿拉伯半島和東非的西湖 所以這些化肥也會隨著水流遍布鴻海水域 如果沒有及時清理和有效監控的話 那麼鴻海的生態危機 勢必會對周邊國家帶來 更為棘手的難題和巨大的損失 被派往鴻海的美國海軍 尼米茲級核動力航空母艦的 二號艦艾森豪號 甲板上異常忙碌 多架FA18大黃蟲戰機升空 執行攔截空中威脅任務 根據第二航母戰鬥群指揮官米格斯介紹 他們觀察到最近兩個月 湖賽武裝在鴻海水域的活動 明顯變少 因為第二航母戰鬥群 強大的軍事威脅力 已經發揮出嚇阻的效果 在和湖賽武裝多次的 正面交手過程中 不但成功執行了電子干擾任務 有效癱瘓 湖賽武裝防空飛彈旅的雷達偵測 順利摧毀對方12架無人機 和5枚彈道飛彈 展現出第二航母戰鬥群 在任務規劃和協調上的高效 而且降低上千艘船隻 在鴻海航行時的風險 我們有成功保護了 超過2,000銀行艘船 從我們到達到紅海海的航空 從我們到達到這裡 雖然米格斯認為 美軍採取主動出擊的策略之後 已經削弱湖賽武裝 在鴻海水域的襲擾能力 但是負責湖賽武裝外交事務的 第二號人物埃琪 則在社交平台上發文 強調湖賽武裝發誓 會在亞冰灣繼續集成英國籍的船艦 英國必須負起任何後果 和損失的主要責任 因為英國和美國合作 聯手攻擊夜門 等同於在加薩殘害巴勒斯坦人的 那個流氓國家一樣 不會得到夜門人民的原諒 很明顯 埃琪文章所說的流氓國家 指的就是以色列 同時也暗奉美國和英國 就是造成巴勒斯坦人 苦難的背後幫兇 壯千名夜門抗議人士 聚集在首都沙納 一面聲援巴勒斯坦人 一面痛罵美英 對夜門採取的空襲行動 並揚言要讓這些國家 受到嚴厲的懲罰 自從美英在2月初 對胡塞武裝鄰海據點 實施軍事打擊之後 夜門首都幾乎隔三差五 就會舉行大規模聲援 及抗議活動 阿拉伯問題專家分析 這代表胡塞武裝 在控制區內 具有一定的影響力 也包括得到周邊部落的支持 另一方面更在暗示美英 不要藉著維持紅海航運的理由 趁機打擊胡塞武裝 甚至試圖入侵夜門 否則好不容易 暫時停火的夜門內戰 很有可能重新點燃 對此華盛頓郵報 引述一位美國外交人士的說法 表示美英並非試圖 打敗胡塞武裝 更沒有進軍夜門的打算 只是不能容忍 一個具有軍事能力的組織 想要封鎖或控制 國際重要水域航道的粗暴行為 尤其有情報顯示 胡塞武裝之所以趕在 紅海為所欲為 很關鍵的一個因素 就是得到伊朗的支持 而且米格斯也證實了這一點 我們知道 伊朗武裝,伊朗,伊朗,伊朗 在某些形勢上 提供的支持 伊朗 我們有適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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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英兩國願意維護 紅海水域的自由通行 也得到很多國家的響應 嫌號452的希臘海德拉級巡防艦 也在2月底加入紅海護航的行列 希臘政府表示 有鑒於好幾艘希臘貨輪遭到胡塞武裝的攻擊 加上有航運業者為了安全起見 改變了原定的航線 打亂了希臘最大港口 比雷多埃斯的正常運作 甚至取消了靠港停泊的計畫 連帶的也影響到 碼頭裝卸工人的工作權 正因為影響層面很廣 因此希臘政府權衡再三 決定派出巡防艦前往紅海 維護本國與外國船隻的航行安全 美國海軍也強調 他們正在盡一切可能 阻斷伊朗向胡塞武裝 提供先進軍備的通道 或使胡塞武裝逐漸失去 強大軍武的來源 就在美軍試圖切斷胡塞武裝 接收伊朗軍武來源的同時 伊朗革命衛隊再度公布 兩款新式飛彈的演訓畫面 根據消息人士指出 這兩款飛彈屬於自製的 阿曼反彈道飛彈 以及阿札拉赫時低空防禦飛彈 公開資料顯示 阿曼飛彈可以同時打擊 一百二十公里到一百八十公里的六個目標 而阿札拉赫時飛彈的射程 雖然只有五十公里 但是具有辨識並摧毀目標的能力 伴隨有四枚隨時待命攻擊的飛彈 顯然伊朗對於西方聯合艦隊 聚集在中東地區也是有所準備 絕不屈服西方陣營帶來的軍事壓力 美國在中東的重要盟友卡達就提出警告 西方的軍事行動非但無法阻止暴力 甚至有可能助長中東的不穩定局勢 繼續擴大 萬一屆時情況惡化 美國將難以避免的陷入一場 沒有明確退出機制的衝突當中 再來這是沒有煙消的戰爭 美國眾議院下週即將表決法案 要求TikTok母公司在165天之內撤資出售 否則將全面下架 總統拜登也說如果法案通過會立刻簽署 而TikTok則號召使用者打電話到國會使養 美國真的打算要進短營平台TikTok嗎 TikTok的嚴重 眾院能源跟商務委員會通過法案 要給TikTok的母公司 大陸字節跳動165天內撤資出售 否則將從Apple或是Google等網路通路 下架TikTok的應用程式 1.7億美國使用者受到影響 預計下週眾院就要進行表決 TikTok也沒打算坐以待斃 還策動使用者一人一通電話打爆國會遊說 只是TikTok的動作越多 美國國會更加反感 不分黨派眾多議員磨刀霍霍 表決通關的機會不小 TikTok踩在資安跟美中關係紅線上 還有議員指控 字節跳動的管理階層裡有大陸共產黨員 最大的疑問到底使用者資料 會不會交給北京當局 TikTok的執行長周壽茲 去年以來多次親上火線到國會說明 顯然議員還是認為解釋不行 專家認為此時驅逐TikTok 恐怕就是怕胃部勢力 影響年底的總統大選 提問全送不到 美中科技戰是誰也不讓誰 華爾街日報報道指出 中國大陸一份79號文件 計畫在2027年前 把美國科技擠出中國大陸 而且首要抵制目標是 硬體製造商戴爾和IBM 而這一份文件更多內容 我們把先交給婷婷 中美科技戰暗桃洶湧 來看到華爾街日報 日前揭露了一份 中國在三年前所公布的機密文件 是一份叫做79號的文件 具有高官 還有國有企業的高層可以看 而且是不得外勒不得複製的 不過來看到 這份文件的內容主要可以看到 中共高層是希望擴大把美國科技 而且要把他們擠出中國大陸的行動 而且是要求金融還有能源 以及其他的國企 在2027年前要更換自己系統中的 外國軟體 不只是軟體的部分 另外還有針對硬體的產品 自然就影響了像是戴爾斯科 還有IBM的公司 可以看到這些國有企業 咱們也是私下有表示說 採用國外的產品是比較方便 比較好用的 但是由於這個政策 所以就必須用他們中國大陸 所研發出的產品 不管是軟體或是硬體 而且甚至是被延伸到了一些公共的服務上面 就算能用還是要支持 主要原因就是因為可以看到 中國大陸希望可以透過掌握這些關鍵技術 以及所需的糧食 這樣子就可以達到自己自足 最後主要是要來減少對於西方國家的依賴 也強化自身的供應鏈 不過中國大陸目前面臨更棘手的問題 就是經濟問題 大陸的總理李強在兩會當中 定出了GDP保五的目標 然而CNN就在美墨的邊境執行了一群陸客 透過了人蛇集團集體偷渡 因為他們說在中國大陸已經窮到快活不下去 一看到媒體鏡頭 一大群大陸人全都湧了上來 七嘴八舌的問CNN記者 現在他們到底人在哪裡 答案是在和美國加州 緊鄰的墨西哥邊界 他們全部都是想偷渡入境美國的非法移民 有人說在中國是窮怕了才離鄉背井 儘管個人原因大不同 但是大家走的路是一樣的 一問才知道全部都是從厄瓜多入境 就像是從中國大陸直接打包送過來一樣 揭開了背後這驚人的走線偷渡模式 一入境厄瓜多首都基多的國際機場 就看到司機滑著手機等著接人 大批的華人旅客沒有笑容 全都一臉緊張 要求不准拍到臉 因為偷渡之旅才剛要開始 CN找到在當地的旅遊業者 直擊偷渡客的第一站 是還在舒適的Airbnb 他們會先在這裡住個幾天 順便上課 完整的偷渡一條龍 就像中文獎益收八手教學 這都包含在這一趟偷渡的團費當中 一般來說9000到12000美元算是最低階 含機票 住宿 還有前往邊境的公車級交通費 2萬美元以上就享有頂級待遇 直飛美墨邊界 還有巴士跟沿途經過雨林的快節票費用 在厄瓜多有多達上百間的Airbnb業者 全都做中國偷渡客的生意 連超市都賣大陸商品 還能為信支付 瞞著家人放棄中國大陸逃亡美國 這位年輕人說出他的苦 直言在中國大陸活到厭世 連有錢人財富都縮水 那中低階層更不用說了 儘管大陸才在兩會中宣布 今年GDP目標是保五 但是連總理李強都坦言這可能不容易 對經濟的悲觀讓這一批又一批的大陸客 前鋪後繼 CN記者搭上了偷渡巴士 這一趟車程四小時要前往厄瓜多北部圖爾坎 之後他們要從這裡包計程車前往美墨邊境 這是屬於VIP的待遇 因為看看其他的中美洲偷渡客 沒錢只能用走的 大陸偷渡客卻是包車直達 兩個禮拜內快速穿越了五個中美洲國家 直奔目的地 這位年輕人和美國只有一牆之隔 但是他還必須要等待放行 近年像這樣的偷渡客 去年飆升到三萬一千人 比過去十年加起來還多一倍 冒險逃出中國奔往美國 他們還要尋求政治庇護 靠著這樣的走線偷渡 追尋他們的美國夢 TVB新聞綜合報導 而面臨就業困難 消費力道減弱 我們來看看在北京街頭出現這樣子的另類傷心 一個人只要13塊錢 新台幣就讓你喝粥喝到飽 而這次兩會民生議題的記者會上面針對爛尾樓問題 官員對建商放狠話說該倒閉的倒閉要付出代價 人民幣2.8元不到13塊台幣 讓你各式粥品隨便喝 另一家同樣13塊台幣則是牛奶豆漿粥粥和豆宝 在疫情期間崛起 門市已超過200家 堪稱中國大陸消費降級的縮影 工作是有就是不掙錢 國家這個咱不能說什麼 賺不到錢更怕找不到工作 中國大陸修改統計方式後 16到24歲成正青年失業率從21.3%降到14.9% 但今年將1179萬名新鮮人要進入求職戰場 就業壓力來自經濟疲軟 尤其被房地產拖累 2021年至今包括恒大 碧桂園 已經超過50家房地產企業債務違約 該破產的破產 該重組的重組 有損害群眾利益的行為 堅決依法查處 讓他們付出應有的代價 官員六重化 但是根據野村證券推算 中國大陸任偉樓多達2000萬戶 牛市更分析房市危機尚未觸底 不能光看短期 從我國城鎮300多億平方米 存量住房需要更新改造來看 那麼房地產還是有很大的潛力 中國的房地產問題被國際認為是 他們經濟成長的最大危機跟拖累成長 但是兩會上除了是信心喊話 要地方政府康澤沒有提及中央接入 也沒有新的政策牛肉宣布 以上TV新聞朱光宏 群武文在北京的採訪報導 不過近年來 中國大陸倒是正在快速的發展軍備 尤其是把擴張海權當作最大的戰略目標 除了福建號技術開始趕上了美國腳步 各式的長程反艦飛彈 各已經被美國國防部跟智庫視為威脅 芒刺在北 中共航艦福建號隨著測試進程持續前推 官方再公布全艦外觀 它的長度遠比遼寧艦跟山東艦 這個滑將式的甲板來得長 這意味著它彈射的飛機的重量 可以得到很大的提升 不管是防空的飛彈還是攻殘的飛彈 它吸彈量就大幅提升 對於它的整體的作戰能力 當然可以提升 除了當前全球為二 亞洲唯一的電磁彈射飛行甲板 配備細節所象徵的能力 樣樣都被聚焦 像美國的福特號 也是考慮到可能要擴充一些 甲板上面的使用空間 所以它升降機改採三具 以前美國航空機都是四個升降機 它是認為說 因為新的設備改用電力驅動 可能它的效能會比以前好很多 所以它可以減少一具 這樣就可以增大一些甲板的空間 這個兩個比例 並不已經完全相同了 但是它的甲板空間 會比美國的福特號會略小一些 可能也考慮到 這個艦上的操作空間的需求 所以它只採用兩具的升降機 這個會不會影響到 它未來的升降的效能 這還不知道 儘管陸方專家認為 甲板上戰機溪流孔密布 代表部署能力相當可觀 不過我國學者進一步分析 升降機的數量 認為福建艦的兵力投射效率 還以有待觀察 原因包括人在使用常規動力 它不像美國的核動力航母 它可以不需要燃油的補充 隨時保持在海外來航行 那根據過去遼寧艦 跟山東艦的經驗 大概都不會超過三週 大概三週多一點 還沒看到有完整的在海面上 到達四週的這個時間 那這就變成它的一個制約因素 和美軍相比 中共新航艦技術還有進步空間 但是沿海護衛的戰略構想 已在航道上 航空母艦是一種大國的象徵 海軍就是一個移動的國土 那麼你走到哪裡 國土就延伸到哪裡 當哪邊有利益攸關的時候 你軍艦開到那邊去 就會產生一些威責的作用 主要目標建制美國 除了還在增長的艦隊陣容 射程越來越長的陸基反艦飛彈 也是共軍底氣 2023年美國五角大廈的 中共軍力評估報告 就曾經點名 東風21等型飛彈 超過1500公里的射程 所以對第二島鏈範圍內的 美軍航艦打擊群構成威脅 特別是今年1月底 菲律賓海美日聯合軍演 是近兩年之內 首度有三艘美軍航艦 同時部署系太平良 美國還覺得它的確非常認真的 在考思考如何應對 東風21地的威脅 NIFC-CAA這樣子的 一個網狀化作戰能力 讓航艦跟它的周邊的水面艦 能夠部署在比較遠的地方 其實美國現在為什麼要加強 關島一線的 第二島鏈的戰略部署 就是它已經盲刺在背 已經感覺危險了 因為中國大陸福建沿海 距離關島只有3000多公里 那麼關島的中線 距離美國最近的 阿拉斯加有5000公里 距離美國海軍大本營 夏威夷有8000公里 所以是緩不計及的 一旦它形成了北海 東海 南海 三航母的部署了以後 那大概就是一個主場優勢了 即便卡爾文森號 航艦打擊群的指揮官薩比耶洛 日前才喊話任務執行 不受飛彈影響 但從美國空軍 目標在3到5年之內 層層強化關島一帶防空火力 就能明顯看出 作戰前哨正在調整 因為中共航艦戰略 一旦戰力被變 解決台海問題 雖非首要 仍是必要 我們應該要著眼的是 印太整體區域 跟甚至全球情勢的變化 因為從這兩場區域戰爭來看 就是俄乌還有以色列 跟哈馬斯之間的爭鬥 越來越形成一種集體思維 就是如果問題解決不了 那就打一場仗吧 有兩個很決定性的因素 2025的福建號成軍以外 當然包括今年11月以後的 美國總統選舉的結果也是 中美海權角力 隨著航艦運用正進入狹階段 我國防衛布局 一面力求比開風暴 同時仍得想好因應方案 TVB的新聞朱光宏 葉福 看不到 備戰不求戰 尤其目前國際上包括了 烏俄在內為借鏡 我國中科院研製攻擊型無人艇 預估未來的需求 大約是200艘以上 先前已經招商準備建造原型艇 立平要在2026年初量產 傳輸我軍有高度興趣 再交給婷婷 奧战場上的一些戰法 也讓台灣學習以及借鏡 其中來看到烏克蘭軍方釋出了一段 無人自爆艦艇的這個影片 所以也證實了它的存在 主要是可以用不對稱戰力的戰法 在海上可以攻擊惡軍的目標 而這當然就讓中科院希望 可以更加的加緊研發無人艦艇 主要是在現有的無人靶船的基礎上面 準備來招商建造原型艇 而且預估未來需求可能會超過200艘 有可能如果成功的話 可以在2026年執行量產 來看到這個叫做快期專案 這個經費高達了8億1200萬元 主要是希望可以研發兩款不同的型號 而且它這個流線型的外觀 其實具有逆蹤的功能 可以達到的包括像是防衛攻擊 針雷以及針前的任務 那最主要的這些無人的艦艇 它要達到這以下幾個目標 一個是能達到這個遠距監控 而且能夠預畫路線 同時也能夠及時的視訊 以及能夠達到射擊干擾 那當然就看到了現在中科院 也是積極的研發是不對稱 作戰用齊齊的方式 希望可以反江一軍 隨著不昏不生逐漸成為了一種趨勢 為了不讓遺產最後淪為充公 甚至歸國庫所有單身組 對於法律的熟悉度 越來越重要 根據統計全台去年 無人繼承的遺產件數有55件 金額高達了4億5800萬元 相當可觀 上班族少先生不打算生小孩 我想結婚可能會有考慮 但是生小孩因為現在 我覺得台灣大環境 或是一些理財規劃上面 可能不足以讓我去有 生小孩這個想法 養小孩很花錢 不生似乎是普遍現象 就我周遭的朋友 很多是有結婚的 在疫情之後 但是不生小孩真的 也是多數幾乎八成吧 但不生小孩百年之後 辛苦打拼的財產要怎麼規劃 如果是遺產的話 如果我沒有子嗣 或是小孩的話 我在想的可能是 應該是捐出去吧 日前國稅局的真實案例是 孝順的侄子 想繼承姑姑的遺產 卻因為沒有繼承權 姑姑遺產全數充公 這種情形他一旦繼承發生時候 他就沒有辦法再為補救的動作 建議他先用自訴遺囑的方式 決定好他的遺產 要分配給他長期照顧的 這位子子 即便他在法律上面 並不是他的法定繼承人 仍然可以依照這個 遺症的相關規定 留有他姑姑留給他的 最後一份愛 根據我們民法規定的話 繼承人配偶之外 第一是會就是 仔細寫情配親屬 第二是會父母 第三兄弟姊妹 第四是處父母 那因為他沒有配偶 沒有子女 正常狀況之下的話 可能父母親不在的時候 這些繼承人就會由 兄弟姊妹來繼承 那當然就我們的 很多的實務經驗來講的話 很多單身者他想說 將來走掉之後 財產給兄弟姊妹繼承 當然是沒有問題的 但是要考慮一點的就是說 兄弟姊妹他是不是 在那個當下的時候 都還是在的 那假設說兄弟姊妹 已經不在的時候 大部分的客戶會想說 那既然兄弟姊妹不在了 那就給兄弟姊妹的小孩 繼承也可以啊 對不對 但是根據民法的話 就只有兄弟姊妹能繼承 法律實務上 律師也處理過 像是同性伴侶的案例 那這位同性伴侶 他父母早就已經往生了 而且也沒有小孩 那因為當時同性婚姻 還沒有合法的情形之下 他想要把他的財產 留給他的同性伴侶 根據財政部國庫署統計 去年無人繼承遺產案件 有55件 金額達4億5831萬元 單比最大金額是2億8800萬元 都創下新高 不婚或者是離婚 或者是本來就不生 或是沒有能力生的 其實現在是越來越多 所以像這種狀況就是 單身將來他的遺產 可能充公的 來我們事務所立遺族的 其實非常多 有一種狀態是說 他其實心中有想要照顧的人 法律上面這些晚輩 不是他的繼承人 所以他必須來立遺族 然後用遺證的方式 那也有一種就是 他可能有繼承人 但他的繼承人 不是他喜歡的 舉例來講 他的兄弟姐妹 在法律上是繼承人 可他可能跟他兄弟姐妹不好 單身者未來若法定繼承人 都不在世 要破除繼承困擾 可以透過生前贈語 或先立好遺族贈語 台灣遺族分五種形式 包括自書遺族 公正遺族 密封遺族 代書遺族 口授遺族 有一些人 因為對法律的不了解 所以他或許根本不知道 第一個遺族要怎麼立 他或許來找律師 我必須坦白講 也不是每個律師 對立遺族都很專業 他並不是想像的 我們在法院打訴訟 確認遺族無效這件事情 是很多訴訟這樣子的訴訟 然後最後被確立了 所以你搞了半天 也覺得花了錢 結果立了一個沒有效的遺族 而且還引起這個遺產大戰 錢財是身外職務 專家認為單身者最重要的是 活著的時候先把自己照顧好 因為他是單身 將來老後的話 可能身邊也沒有配偶 也沒有子女 那也不見得兄弟姐妹 或者說其他的這一些 子子外甥等等 可以來幫忙做照顧 當然現在金管會 他都有在推這些養老信託 像養老信託2.0等等的部分 其實我覺得他就是一個 很好的一個方式 因為畢竟我們年老了 對於財產管理的一個能力 各方面都會比較薄弱 所以這些財產基本上 就很容易會承受到一些 風險上的問題 雖然說生不帶來死不帶去 但單身者若有法律之外 想照顧的人一定要提早規劃 避免爭議 TVBS新聞 謝謝希望會台北採訪報導 少子化的共辦效應 當然就是超高靈化社會 而台灣的醫師也越來越老 平均年齡是51.5歲 而全台灣目前仍在職業的醫師 年紀最長高達了105歲 如果再不趕快培育新的一代 台灣未來恐怕面臨 無人開刀的困境 婦產科名醫尹長生 行醫40多年接生了一兩萬個寶寶 已經很難算清楚 到底接生多少新生兒 還遇過一家三代都是他接生的 尹長生至今仍在產科第一線 隨時進開刀房充滿活力 而生產是24小時都有可能 加上產婦狀況很難說 醫生肩負兩條生命的壓力 尹長生說現在越來越少年輕人 願意走產科 那他只有從婦科這方面操守 那婦科操守的話 他就時間比較固定 比較容易能夠安排 那這種情況當然自然 那我們年輕的就會 進來就可能會覺得少一點 那現在大部分進來的 大部分都是不印證婦科癌症 是這樣的 那至於把婦產科 產科當作第一線 那真的是不算是太高 生產時各種突發情形都有可能發生 需要經驗的累積來應變 資深醫師也希望心血的加入才能傳承 只是台灣的醫生越來越老 根據統計 全國醫師的平均年齡是51.5歲 其中平均年齡最高的科別 前三名分別是婦產科的56.7歲 加醫科54歲 眼科53.7歲 目前仍在職業的老醫生 年紀最大是105歲 最年輕的是急診科平均44.6歲 放射腫瘤科46.9歲 麻醉科48.2歲 而五大科中除了急診 內科 外科 婦產科 兒科 平均年齡都超過50歲 我們剛講內外婦兒這些科 他一般年輕人 比較不願意投入的原因 其實我覺得不單純是因為收入 收入其實不會比較少 但是現在的年輕人 他們比較講究的是生活品質 所以他不願意那麼累 不願意半夜跑來這邊值班 或者是開急診的手術 這樣長期以後 其實會有一個很危險的事情 就是萬一你半夜假日的時候 要開急診道 就找不到醫師可以來開刀 如果是這樣子長久以往 很多病人可能他被先送到 一般型的或中小型的醫院 等到要轉診到大醫院去 有可能沒有病床 有可能沒有醫生 很多病人甚至於死在救護車上 就是要轉診的這個過程當中 收藏外科名醫 台大外科部主任陳靜欣說 這是惡性循環 如果年輕醫生都往五彎科 像是眼科 皮膚科發展 外科等科別很少年輕人投入的話 長期缺人力 會讓還在崗位上的醫生更累值更多班 也更可能讓他們離開 而在少死化浪潮下 兒科是五大科中最慘科別 衛福部醫師司統計近三年 五大科住院醫師招募狀況 兒科住院醫師招募率只有79.2% 我們外科部裡面 其實最擔心的就是小兒外科 像我們台大外科本身來講 真正傳統這樣小兒外科訓練出來的 然後當上主治醫師的 目前已經有二三十年沒有了 所以我們後來最近我們有 找了一位是我的學生 他是胸腔外科訓練完再去投入 小兒外科重新開始訓練 兒科醫生斷層相當嚴重 少此化下更是一個孩子都不能少 國家投注在小兒科的資源 更是不能用業績論 也就是不能只看病患的多寡 對於小兒科醫生來講 因為他的健保的給付 是沒辦法去讓這些年輕的醫生 覺得他投入這個小兒科的領域 能夠有一個合理的 一個薪資的一個保障 可能也要透過國家的 公務預算的一個體制去做補貼 一方面健保的給付要提高 一方面要透過補貼的政策 讓小兒科的這個醫師 能夠就是說 不管他看診量的多寡 而能夠有一個起碼的 一個薪資保障的情況之下 這樣子才能夠有機會 吸引年輕的我們的醫學生 願意投入到小兒科這個行業來 台灣醫生的平均年齡 雖然逐步老化 但放在全球來看不算特別老 不過重大危機是 年輕醫生投入的科別分部不拘 當重要科別越少心血加入 只靠老醫生撐著 開刀問診經驗無法傳承 將重創台灣醫療 TVBS新聞 張正安王一傑 聽不懂 疫情期間各國深感公共衛生的重要 2020年台灣通過亞洲第一部公衛施法 也連續三年舉辦國家考試 但以歐美標準來看 台灣的公衛人力依舊遠遠不足 目前台灣已經培育數萬名優秀公共衛生專業人員 過去因為沒有國家證照 導致公衛系畢業生植埃發展受限 2020年COVID-19疫情席捲全球 這也讓許多人深感公共衛生重要性 立法院通過亞洲地部公共衛生施法 在當時得到跨黨派立委支持 2021到2023年公衛施國家考試 連續三年共有273人取得 公共衛生實證書 從歐美的立場 其實我們至少需要2萬名公衛衛生師 那目前其實在第一個 剛剛講的公部門部分 是嚴重不足的 因為在過去大部分公部門的人力 很多都是醫事人力 那醫事人力非常好也非常需要 但是我們也迫切需要 有能夠做這個規劃評估跟管理 立法等這些工作 現在教考用 教育沒有問題 考試已經有了 接下來任用呢 如果是在公部門就是需要 修他們的組織章程裡面 要把公共衛生司 這個放到他們的法規裡面 那修法說實話是需要時間 那我們認為這個是很重要 那我們也需要有一點耐心 讓各個相關部門 能夠很好的考慮以後 把這個法修好了以後 自然就可以一步一步的 讓公共衛生師 被聘到各個公部門裡面 台大公共衛生學院院長 鄭手下認為 以歐美的標準來看 台灣的公共衛生人力是不足的 剛上路不久的公衛師 仍需要時間增修法規 才能讓專業人才就定位 醫院裡面很多醫療的人才 他們每天很辛苦的工作 但是他們有時候還是要騰出時間 做一些行政方面 做一些流行病學的調查 做健康促進等等這些工作 那真的是分身法術 以國立台灣大學公衛系來說 超過一半畢業生取得 學士學位之後 會選擇再攻讀碩士 主要目的是希望能學習更專業 公衛次領域的知識與技術 相關研究所畢業生 他又懂流病又懂統計 你要跟他溝通 工廠安全他也懂 食品衛生他也懂一點 他有辦法跟各個 只要跟健康相關的領域 他有辦法去幫忙做溝通 公共衛生的專長 他可以跨政策 跨行為 跨法律 然後也懂一點醫學基礎的專業 他有辦法跨這些專業去做溝通 我想公共衛生師就在這個時候 是提供我們公共衛生優秀人才 他們一個很好表現的機會 因為他們都有學習過六大核心課程 不管是工具方面的 像環境 流病 生酮 怎麼樣做計畫的執行 評估等等 他們都有學過這些基本的課程 過去疫情期間 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 公衛體系其實是非常緊繃的 在疫情期間幾乎公衛體系 也面臨崩潰的邊緣 所以如果能夠趁後疫情的時候 去強化這些人力 那這是很好 目前其實在衛生體系 已經準備好了 今年的1月1號也特別成立了 HTA的專責單位 稱為衛生政策及醫療科技評估中心 未來的會朝向200位的這個編制 來逐步的擴大 那麼我相信也是 這個公共衛生師的 很好的一個發展領域 後疫情時代 需要更多跨國公衛人才 成大113學年度 新增公共衛生學系 設立第一個採全英文授課的 公共衛生學系 預計招收20名進外生 配合國家的攔向政策 所以我們應該也是要朝國際生人方向努力 一個就是完備成大醫學院的學制 第二個就是配合國家政策 跟東南亞國家的政策相得益彰 台灣的公共衛生教育已經很完善 在三年前建立國家考試的規範 後續需要有良好的任用管道 才能讓公衛師發揮所長 隨時可以因應國家的公共衛生需求 TVBS新聞陳如環 張正安 何嘉陽 蔣世偉 台北採訪報導 請問舌吐舌頭的作用是散熱還是尋找獵物 尋找獵物 請問東漢末年 衛國無國 哪一國是最完滅亡的 蘇國 不是嗎 這是什麼 請問卡利波特的小說 目前成功出了6集還是7集 我的答案是7集 你要跟我一起